好,那這時候呢,我們就把今天學的切粒略轉換 這個Galallian Transformation把它帶進去 對於一個移動的坐標來看 我的y±跟y其實根本就是一樣的 因為高度是一樣的啊,對不對 那我不一樣的是什麼? 不一樣的是x±等於x-vt 因為呢,我這個x坐標軸啊 它會隨時時間變化,對不對 所以呢,我的x± 因為這個坐標軸在移動嘛 所以可以寫成x-vt 好,那如果把這個東西帶到四子裡頭去 所以事實上我的x± 其實可以寫成f的x-vt 那y±等於y 那這是我們做前列的轉換之後 這個坡,描述這個坡 它所應該在的這個位置 好,所以呢,最後呢 我們把y不只寫成y of x 我寫成y of x-t 的函數的話呢 那這整個函數事實上 就應該寫成f of x-vt 的函數 好,這只是一個數學上定義的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好,那如果今天我正在追著這一個風 追著這個坡的風在跑的話 那對於這個風值來說的話呢 我x± 這個x±就是x-vt 它會怎麼樣 我把這個值帶到函數裡頭說 它都會是個定值 那所以呢,這個x-vt 在這個函數裡頭 這個風它隨時間變化的位置呢 也會是個定值 你這個值帶到f函數裡頭 是對高的是什麼? pick的位置嘛,對不對? 那這個pick的位置呢 這個風的位置呢 隨時變化在哪裡呢? 你把它對時間為分 它的位置就是你速度的位置 對不對? 因為風值其實就相當於這個坡的速度嘛 對不對? 風值的位置就是速度的位置 所以比s 比d等於v 好 那這個v呢 就是在這個坡移動中 我們稱之為face velocity 向速度的一個東西 或是坡的速度的一個東西 坡傳遞的是向位 不是傳遞的這個例子 好 那假設呢 今天我的坡呢 是沿著-s 方向長 就是從右到左 移動的話呢 那我剛剛的公式呢 潛略的轉換呢 帶進去就不是s-vt 而是s加vt 就用這個東西去帶進去 這是-s 方向的一個頸 好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所以呢 坡這樣子描述的話呢 當然 這個單一的一個坡呢 我們去描述看看還是有點抽象啦 那我們來描述一個比較熟知的一個坡 假設我是一個行徑的一個harmonic wave 簡單講就是harmonic就是斜坡啦 一個行徑的斜坡 什麼叫斜坡 塞坡可塞坡就是所謂的斜坡 塞坡跟可塞坡 就假設我今天一直去擾動它 像這樣子 這個真好用這麼長對不對 假設我今天去擾動它 不是很像塞對不對 用轉的好了 有沒有看到 它有很多節點對不對 很多節點嘛對不對 好今天去擾動它的時候 沒有賽坡 蛤? 沒有賽坡啊 你對老師要求太嚴厲了 對不對 這要 要賽坡齁 要練一下 對不對 那個 那個什麼 電影是什麼 王飛鴻大戰 誰不是會把布 變成布棍嗎 有沒有 沾著水轉轉轉轉 就變布棍嗎 有沒有 有沒有 那剛好是什麼 李典傑打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一直忘記那個名字 沾... 沾... 沾子丹啦 對不對 就是用布棍有沒有 沾水然後轉轉轉 就會變成那個 好 題外話啦 假設你甩一個繩子 周期性的甩它 它就是一個坡一直傳出去 那它就是一個什麼 賽坡的水時間的變化 對不對 所以呢 對於某一個固定的X來說 假設我固定這個 固定這個點 對不對 那它 它的Y 它只會沿的Y方變化 對不對 因為它不會前進嘛 對不對 它隨著時間的變化 是怎麼樣 會是一個A Side Omega T的一個函數 對不對 假設我固定這個點 這個點 欸 欸 波傳怪尾就必須往上 對不對 波友就往下 然後就往上又往下 對不對 就跟你們玩那個什麼 波浪舞嘛 對不對 往後波浪舞吧 蛤 你們班有沒有去運動會啊 有沒有 也沒有 欸奇怪去年土木系也不去參加 你們 這個電子學院也不參加 那到底是誰參加運動會啊 蛤 蛤 蛤 下雨是不是 他不是有晴天娃娃嗎 蛤 蛤 你知道什麼是晴天娃娃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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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浪骨看過沒有 有一個拿著起子揮過去比較跳起來對不對 有吧 好不好 蛤 有嗎 有嘛齁 但是你跳起來你只是上下移動嘛 你不會一跳起來就跑到哪邊去了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呢 隨著時間的變化 波浪骨只是怎麼樣 你只會上下移動 對吧 所以固定把我X來說的話 你只會上下移動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知道一件事情 這ω這個角頻率 可以顯然T分之2π T是什麼呢 T是軸崎對不對 好 那我們先到這邊 那我們再看另一件事情 假設我去甩這個波 我甩動的時候 我停在某一個時間瞬間 瞬間拍一張照 波長這樣子 瞬間某一個T的間隔 我拍一張照 它會長成這樣子 所以長成這樣子呢 在空間中 每一個X的點 在空間中 每一個X的點 它的分布長下會長成什麼樣子 今天你在這個點 你就必須要在 你的Y值就必須等於0 這個點 你的Y值可能要等於A 但中間這個點可能介於中間 所以我假設某一個瞬間 用了時間停止器 對不對 往個瞬間 拍起來的這個波 隨著空間的分布 就會長成A sin Ks 好 那你就想 隨著時間變化是A sin omega t 隨著空間變化是A sin Ks 那正常來說 我要描述一個波 隨著時間 或者隨著空間 對不對 物理學最重要 就掌握時空 知道時間知道空間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時間跟空間 就是所謂幾何量 對不對 另外一個呢 物理學要掌握的就是 動量跟能量 這叫物理量 你掌握了幾何量 掌握了物理量 你就掌握了整個 物理世界的法則 對不對 好 那以波來說 來 某一個 你定某一個位置 去看它時間變化 是A sin omega t 定某一個瞬間 看到整個波在空間中的分布 就是A sin Ks 那最後呢 真正的一個波 對 忘了講 那在空間中來說 我就知道K是什麼 K的定義是什麼 K叫波數 波的數目 在一個周期形成的數目 所以呢 二拍是一個周期嘛 對不對 除了你的波長 就是你整個波數 波的數目 不是波的數目 是數目 K是波的數目 Web number Omega T分之二拍 然後呢 K呢 又是二拍分之爛打 來 我把它寫在上面 等一下用 Omega 二拍 對不對 然後呢 K 這樣子 好 好啦 那時間空間是這樣子 然後Omega 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 這個Land就是波長 那 因此呢 我們這個波的波數呢 怎麼寫 我們的V是什麼 V是波數對不對 波數等於什麼 你的波長除上周期嘛 就是你的波數嘛對不對 長度處理時間就是速度嘛 對不對 那它相當於F Land 那它會等於什麼呢 它就可以寫成什麼呢 你這邊來看 Land就是T 這就會變成Omega 除以K Omega 除以K 為什麼呢 你看 Omega是什麼 T分之二拍 K是什麼呢 Land分之二拍 所以Land除以T是什麼 Land除以T是什麼 這在下面嘛 對不對 所以43是什麼 二拍分之爛打 對不對 二拍分之T 對吧 那 所以這會移到下面去 這會移到上面去 二拍就消掉了 對不對 那T分之二拍是什麼 這不就Omega嗎 這不就是K嗎 所以呢 今天我的速度 是不是可以Omega除以K 對不對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角頻率 這個呢 是坡的數目 坡數 所以呢 Omega除以K就是你的什麼 整個坡的移動速度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啦 那因此呢 我們來整理一下 我們上面知道我們的Y 的 Side K 對不對 那有沒有知道Y 的 可以寫F的 X-VT 那在這裡頭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X 用X-VT 帶進去 所以呢 我拿Y 的 就可以寫A Side K 因為把X 取代掉 來用X-VT 取代一下 可以乘上K X-VT 那前面是KX 那後面這個KVT呢 KVT是什麼 我們剛剛知道 V是Omega除以K 對不對 剛剛啊 我們的V 等於Omega 除以K 對不對 所以KV呢 就會等於什麼 Omega 那因此你看這邊 KV 剛才就Om 對不對 這KV 所以呢 我就K起來 A Side KX 好 那如果今天一開始的時候 7點不為一定的話 我們就多一個下位 Phi 一開始的時候 假設X等於0 T等於0 上面這個時候 S0 T等於0 所以這個值是什麼 Side的0 就等於0 對不對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正幅嘛 對不對 也就是我波一開始的時候 假設是從原點出發 那就寫成A Side KX-VT 假設一開始的時候 我波不是從原點出發 一開始的時候 就有一定的值了 對不對 那我就需要加一個下位角 對不對 假設最大值的話 那這個Phi 就是2分之Pi 對不對 那它Side最大嘛 對不對 因為S0 T0 要怎麼樣Side最大 是不是加一個Phi 這個P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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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於2分之Pi 它才是最大值 對不對 所以就加一個 下位角 所以我Y 等於A Side的KX 我們敢提加Phi 那這個就是我們波動方程式的 一個樣貌 真的波動方程式 是一個微分方程式 這只是一個解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個K 怎麼會再說 這個K的頂 好 今天你的K 這個圓周這樣一圈叫2pi 對不對 一圈叫2pi 那我的波 我的波長 我的波長 假設我從這邊出發 好 這是一個波嘛 對不對 這是兩個波嘛 對不對 接不太起來 好了 畫一圈 這樣子好不好 好 這樣子3個波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2pi 除上爛打 代表的是什麼 一個周期裡頭 有幾個波 叫做波數 K 波的數目 在一個周期裡頭 相當於有幾個數目 的意思叫做K 這樣可以理解嗎 就是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 某一個特定的時間 你對這個波照相 比如T0的時候 波已經造成了對不對 那它在空間中是有個分布 這樣子 一個瞬間喔 比如T等於0的瞬間 對不對 那我在這裡照一張下 那這個叫做x 對不對 這個是y 那這個坡呢 它的最高點 就是a嘛 對不對 那這個坡的形狀一定是sin 只是sin很容易我們現在不知道 大家正幅這麼大 就知道對不對 然後呢 它裡頭一定是一個x的函數 對吧 只是不知道係數是什麼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的係數是什麼 在這個空間中這個分布 這裡到這裡是一個完整的一個周期嘛 對不對 這樣呢 它是一個周期是2拍 對不對 然後呢 它是完整的一個爛大 所以呢 這裡頭就是2拍分爛大 那這是什麼 這就是k 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我這樣寫齁 可能比較不直覺 我反過來這樣寫好不好 你這個sin一定有一個2拍的周期嘛 對不對 那你到底處在哪一段呢 我用波長跟你的位置去做比值 是不是比較容易理解 當你x剛好等於波長的時候 它剛好是等於sin2拍的地方嘛 就是這個點嘛 是不是 因為這是完整的波長嘛 這樣會比較好理解 可以啦齁 那 只是我們把2拍又難打把它寫在一起 這個東西就ok 好有沒有其他問題 這個是很好的問題 可以嗎 可以齁 好還有什麼其他問題沒有 沒有齁 好啦 所以講這麼多 我們來算一個例題啦 算一個例題齁 講這些有個波 y of st 寫成0.05sin 2分之π 乘上10s-40t 再減到4分之π 那要問你什麼呢 波長是多少 頻率是多少 還有波數是多少 所以呢 依照我們剛剛寫的 y of st 等於什麼 a 對不對 第一個就是a嘛 你的正圖是0.05 來 所以第一個 y等這樣 所以a是什麼 你的正圖 正圖就0.05 對不對 那這是kx 所以2拍 2分之π乘上10 這是k嘛 對不對 所以k是5拍 k是5拍 那2分之π乘上-40 這等於20拍嘛 對不對 20拍是你的omega 不要記 這是減號 所以omega沒有前面這個負的喔 所以這裡是20拍 那你的相位呢 相位是加的嘛 可能是負的 所以變成是什麼 負十分之π 好 那你的波長呢 怎麼算波長 這都沒有波長啊 怎麼算波長 k嘛 對不對 k是什麼 2拍出於爛打 對不對 所以2拍出於爛打 是k 不要忘記了喔 k等於2拍 出於爛打 所以呢 我們的爛打 爛打等於什麼 k分之2拍 那你現在k是多少 5拍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爛打多少 5分之2 對不對 就是這樣 那有爛打之後呢 你就也算f嘛 對不對 f怎麼算 也不用爛打啦 f可以從omega去算嘛 因為omega等於什麼 omega等於2拍f嘛 對不對 所以f等於什麼 2拍分之ome 對不對 來 omega 插掉喔 omega等於2拍f 對不對 所以f等於什麼 2拍分之ome 那剛剛omega是多少 20拍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就等於10嘛 對不對 還要算什麼 周期 你有頻率 導數就是周期 對不對 所以全部都出來了 不只他要的 還全部都拿出來了 好 第二個 要求粒子的速度跟加速度 這個應該會算吧 速度是把它做微分 加速度做二次微分 對不對 所以很快喔 速度把Y做一次微分 所以這個微分 它對什麼微分 對T微分 對不對 所以X的東西都不要管它 只要管它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 對於20拍T去做微分 就把20拍提出去 20拍提出去 那20跟0.05變成什麼 變成1嘛 對不對 那前面有個負號 所以 變成負πcos這個東西 那把時間帶進去 就得到2.22 加速度呢 再把這個微分一次 對不對 cos再微分一次 變成負sine嘛 對不對 所以後面這個東西再微一次 把負號體注意變成 負勒式π平方 sine的這個東西 然後呢 你把值帶進去 就是你的答案了 好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這個 還蠻簡單的 但是呢 你要清楚它的定義 不要弄錯就好了 好不好 好 OK 那沒有問題 今天就上到這邊下課